花莲将军府1936园区4月1号正式开园 这是花莲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文化资产诊修案 中央和县府总共驿入2.6亿元 花了三年半时间修复 县长徐正位及参加的来宾都一起参观了管设空间 文化局表示 接下来清明廉价将会吸引更多游客造访 要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朱落于花莲市美轮西畔旁的日式宿舍群 将军府拥有近百年的历史是由八栋木造建筑组成 因年久失修 中央以及县政府共同益住2.6亿元 花了三年半的时间修复 完工转型成益文基地将军府1936园区 1号下午正式开园启用 3 2 1 请接牌 将军府1936正式开幕 将军府是一个不大的地方 可是它花了三年多 历经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家共同的努力 或许如果您只是慢跑跑一圈 我们不像那个徐副议长每一天超慢跑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但是如果您只是走马看花 十分钟就会走 但是如果您坐在一颗石头上 或是坐在将军府的任何一栋建筑物的接地上 听听风的声音 看看树叶在互相的打动的声音 以及看到我们很多花莲听到感受到 我想那就是花莲 将军府园区在文化局委外营育下 目前共有16间平台店家进驻经营 未来也将会陆续增加 而民众只要加入花莲将军府1936官方LINE进行预约 就能够一睹将军府美丽的历史风貌 民众也可以透过线上系统预约园区内的餐厅 体验在地美食的魅力 文化局表示 接下来的清明廉价也将会吸引更多的游客造访 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道